一艘隊員拿起大生功 宣導預防一氧化碳中毒 不管是在超市或者八堵車站 過年前都可以看到 這群一艘姊妹的身影 到了中午任務結束 肚子餓了 来品尝一小姐妹口袋美食 软Q的面条 吸入嘴里 浓郁的中药汤头 立即在嘴里散开 这家牛肉面店就位在暖暖 是许多人的一箱美食 每到用餐时间 客人总是高棚满座 十多位一小队员 在任务结束之后 都会来这里品尝道地美食 牛肉吃一面 来牛肉吃一面 面店开业超过30年 牛腱精华熬煮 肉鲜筋嫩Q弹 一碗牛肉面就有五六块牛肉 给的很大方 而面条Q弹也很受到顾客喜爱 我们是使用花腱 它本来就有带筋 它会比较Q弹 那你如果存肉的话就会比较柴 此外这家牛肉面还有一种吃法 打上一颗蛋 加上浓郁的中药汤头 半熟蛋和牛肉面搭配 在店里意外有人气 嗯 肉酱滑蛋之后吃起来很滑嫩 很好吃 而且蛋吃起来口感非常棒 蛋感觉就是比较 就是比较嫩的感觉 面很Q 然后加这个汤真的 这样子很特别 我第一次这样吃 这次我们大型活动的宣导 那刚好姐妹都能聚集在一起 那就带她们出来 宣导完之后带她们出来用餐 那我们南南这一家蛮有名气的 那所以说就请我们大家姐妹来家尝一尝 它的汤头都是纯中药在做的 所以说当地人蛮多人在吃的 一氧化碳中毒的事件 请大家要多加注意 快过年了 一销队员利用假日 来到人潮多的远远市场 宣导预防一氧化碳中毒 让民众记得开启窗户 保持通风 才能够快乐迎接新年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